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 1月3日 现在已经是多伦多的时间 晚上10点22 马上要11点钟了 看到中纪委的网站 接近这个50 国内是大概中午吧 之前 这里是午夜之前 这个发布了几条消息 非常整齐 一下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领导干部被算开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给大家看看 高官 第一个就是重庆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邓徽林 这中纪委网站的截图 你看 四条消息 一个是邓徽林 另一个是青海省原副省长 海西周委书记 财达木 循环实验 党工委 原书记 文国栋 松开 中国船舶 中共集团 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 胡问明 中良集团 总会计师 也是一个 这几个都是金铁公布 那么 未有 重庆公安局局长 原局长 邓徽林 可能人们更感兴趣 算开是什么意思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中共抓人 抓这些领导干部 都是 先是 假法论处 先是把他给抓起来 叫 留置调查 那么 留置调查期间呢 还成为 同志 因为没开除党籍 同党 那么 一般来讲 给放到 这个 酒店 这个 度假村 培训中心 总之 条件比较好 等到了 这个 松开以后 可能就要送到 这个 看守所里了 天地是啥呀 所以说 这个松开 是一个坎 这个坎 就是离 监狱 又进了一幕 下一步就是 这个 叫批诊 批诊逮捕 批谱 这个 然后就 一交司法 称除 检察院 检察院批谱 然后这个 法院 过堂 一审 二审 最后执行 送到大牢了去 由于现在 中共这个 抓这个高官 抓太多了 像邓徽林 这个 门国栋 胡文明等 恐怕去不了 清城监狱 级别不够 级别太低 所以说 这个 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 特点就是什么呢 抓人 成了这个 家常便饭 先是这个 刘志 打得几板了 让你讲清问题 指定的时间 指定的地 这个 讲清问题 只要抓进来了 必须认账 认罪 这个 远应 前世 虽然他是 公安局局长 以前是用这个办法 对付别人 但是轮到自己的话 也抵挡 不住 中共这个 十八万五亿 这个 刑讯逼供 或者变相 刑讯逼供 搞着这套 这个 对付 政敌 和腐败分子 所谓的 这个司法 惩处 所以这个 这个标志 这邓慧林 这些人 这个 已经 这个案件 已经坐实 不可能放了 不可能像 何挺那样 高高举起 轻轻地落下 不会了 判刑 已经成了 这个 定局 而且会 怕得非常重 这些人 都会十年以上 搞好的武器 第一 为什么这一次 中纪委 监察委 这个 一下批着四个 爽开 这表明他们开了个会 把这些都是 年底了 持就应心 这是年初了 其实年底的事 去年都已经公布了 一直展到现在 开了一次 应该是中纪委的一个 很重要的会议 最后经过 这个 层层的 正发委 然后这个 李克强 然后习近平 李败 这个习败 都点头之后 画圈 决定以后 才公布 所以这是一批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其他的三个 今天不谈 就谈的 邓徽林 那么 邓徽林 为什么要做 今天官方有了说辞 官方的说辞 你看到就很有意思 其实是 这个大同小异 可以前的高官们 就公布的这个罪行 几乎是 一个翻版 一个师傅教的 经察 邓徽林 丧失理想心念 毫无四个意识 那么呢 背离了两个维护 这是最关键的 每个习近平站在一起啊 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 这是最关键的 参与在党内 搞团团活活 捞取政治资本 热衷政治投机 网易党中央大政方针 搞封建民信活动 这就行了 下面这些不用讲 这个团团活活是谁 是跟随 实力军嘛 实力军小兄弟啊 再往上推孟建柱的兄弟 再往上 江派 江泽民卖系列 是不是啊 这都连下来的 也可能切迟到李鸿宗 李鸿宗 李铁英的铁哥们啊 在湖北也是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个叫赵飞 是武汉 湖北这个 公安系统的老人啊 现在正在 天津 跟着李鸿宗 混啊 在天津政法委书记 我估计 这个将来都很可能危险呢 那么这个邓徽林 这个团团活活 非常明确了 打击政敌 这是个典型的 这个树倒忽生散的 孟建柱 上面这个 是孙力军 还有就是傅政华 也就是这个郭文贵恨的那批 现在是成鸟兽散了 那为什么抓孙力军 我想可能不完全是腐败问题 很可能是习近平要灭口 因为派他最早到武汉 去解决P4实验室的事 包括这个粉烧尸体的事等等 这些事可能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再加上 孙力军的老婆 在澳大利亚 孙力军本身的英语 咔咔的啊 再有个老婆呢 可能有把这病毒这个事情 是不是有些证据放在 他老婆的地方 所以中共火了大呀 外交上对澳大利亚 那是就非常非常的低似啊 总是在前往北京找岔 实际上就是这个 搞点筹码吧 包括这个 叫杨恒军案啊 成磊案等等 这都连在一起的 我估计是这样 捞取政治资本 热衷政治投机 网易什么意思 可能在这个小圈子里 经常大骂习近平 所以他把习近平在整这个 瑟练军的时候 有句话叫 不知敬畏嘛 这个凯蒂斯执政来讲的啊 那么后边这些都是 其他人都有的 违规收受理性 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宴请 哪一个字母不请人吃饭 就算什么事 这个不安规定报告有关事项 就是老婆在澳大利亚的事 情妇的事没有报告 违规提拔任用干部 道德败坏 搞全世界交易 可能女朋友若干 情妇 四孙子都有一大多了 别看长得 这个 长得这期貌不一样啊 简直是后塞的 但是 只要有钱和有权啊 自由女人爱啊 就可能当年也是没少忙活啊 撒尽人间都是癌啊 可能这搞了很多这些 四生子四生年 这次同病啊 主要是权力过于集中 造成的 那么后边一句话 干预被围猎 围猎他是谁 围猎是女人围着他猎 像猎物也把他猎到床上去 让他这个配合他们进行运动 健身运动 这个围猎还是商人 围他妈给他点钱 拿钱砸到了 办事就甩钱啊 我估计他的贪腐 很可能也是宿钱吧 至少搞不好上亿啊 那么在职务晋升 工程成揽 企业经营 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给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 巨额财物 这个很可能是指他 过去在乡镇企业局 他在湖北省乡镇企业办公室主任 一下大钱在握 那肯定当年这个在乡镇企业 湖北省乡镇企业当中 没少挣钱呢 看到他这个 简历讲得非常清楚啊 他是在 1991年就开始了 不是91年 还要往前推啊 84年是湖北省乡镇企业 共享公司办事员 然后就在湖北省乡镇企业局财务处 副主任客人 主任客人 一路混上来 混到了这个 乡镇企业管理局 退休干部处 处长最大的官 然后 就到了 03年到了这个 湖北省经围了 经围办公室主任 那么在经围 干到这个 009年 调到一昌市委 副市长 一昌市政府副市长 当组成员 下开到下面了 那么10年 才进入公安系统啊 是一昌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 后来是一昌市委常委 公安局局长 然后14年 15年 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你看 然后就是调到北京去了啊 那么在这之前 这个期间 肯定和很多的领导 有过交集 估计和李鸿宗啊 也是关系不错 那么呢 这个邓奎林啊 本身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65年出生啊 研究生 法学硕士 武汉人 84年 这个参加工作 89年1月 上了共产党的贼船 上了贼船 上半场是当官 下半场是坐牢 几乎当官都是这样 那么他是学历不太高 81年到84年 三年 武汉 师专 学校 师范专科学校毕业 然后我估计可能 这个家里人花点小钱 在这个 乡镇企业 公销公司 找到工作了 然后一路就干上来 由于在乡镇企业 这个系统干 你看他担任这个乡镇企业 局办公室副主任 正初级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搞了不少钱 然后打点上级 一点就爬上来 那么15年调到中央政法委 反分裂 指导协调 时 负责任 然后到17年 听说 他是周永康案的 这个 这个 具体办案人 也就当年是 估计是和这个周永康 拍桌的 瞪眼睛催护的 周永康刚开始 他说肯定不输 我过去是正法王 你应该来审我 邓慧玲 可能和他 有一番村枪舍戒 把周永康最后 整的头发白了 一根黑的没有 最后出庭的时候 不上诉 认罪复法 接受改造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太苦 周永康终于明白了 这个 中国有没有法治 有没有法律 周永康是 这个 以亲身的经历 感受到了 这个民主法治的重要性 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你看周永康 那个 儿媳妇黄婉 那 一番话讲的 这是非常感动 你可以看出当年的正法王 落到今天这个天地了 何况你 邓慧玲 算了什么 是吧 共产党就是先利用你整这个周永康 等周永康整完之后 就开始 就开始收拾你了 这个是想搅路机 先炫进去 塞到这机器的实际的脚 让你跟着脚 这个脚的满头大汉 也感到很过瘾 脚别人 你不知道 下一批就是别人脚你 现在他终于这样了 他 随力军 这个孟建柱 傅振华 这些人我估计 恐怕很难套掉 你可以松分看到 就共产党这个体制 在这个 这个原本就是反人类的 所以利用这个毛泽东的斗争学说 今天你整我 我明天我整你 互相整 毛泽东不就是说 这个让林彪整刘少奇 这个刘少奇死了之后 不明不白死了 死的时候 他们鼻子上都落着大苍蝇和蚊子 这个再整林彪 林彪一看跑了 就碎碎碎 温度尔汉 是吧 用死人网整 整林彪这活 整完之后发生了 最后发生了这个 这个粉碎死人网世界 世界 叶剑英他们 就联合华国风 又整这些死人网 死人网完了之后呢 邓小平又上来 又改革开放 又整 你看到了最后 所以说 这个共产党这一擦一擦的 这个非常可笑 就是明明知道 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但是却充满着诱惑挡不住 就是管他最后结局怎么样 像爽一把 这很符合那种就是强奸分的心理 所以这个邓辉林呢 也是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是走到了这个一个程序 那么就是非常可惜 这是往他这个具体的位置上的追溯 也就是在这个正发位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 2017年虽然有立功 拿掉了周永框 然后安排到了这个领导宗司 安排他去了这个重庆了 接替这个河庭 河庭抓起来很幸运 没有判刑最后降职处分回老家了 那应该讲是这个 不幸中的万幸奔高跳 回家包脚了 然后这个有这个新的这个邓慧林啊 就可以这样讲 前府后继啊 腐败的府啊 又上去了 你说明明重庆公安局的局长 这个宝座 谁都知道啊 做不好 但是自由人愿意做啊 你看从这个王立军啊 文强也干过嘛 文强王立军 这个再往后 就河庭 河庭邓慧林 现在现在是谁 是陕西城一个姓胡的 是吧 我一直想不起来什么名字了 太多了 走马灯一样的 换来换去 这个 这个非常非常这个 这个令人遗憾啊 这个人们都经不起这种 就是一种共产党的诱惑啊 来吧 公安局局长 党委书记 兼副市长 你想在那个城市里呢 不是长袖善舞 赤茶风云啊 想抓随 想抓随啊 想这个搞女人就一大批啊 想吃好的喝好玩好的 搞钱就 以麻袋以麻袋的干啊 你想多爽啊 不知道 这个是战事的啊 所以说这个 可以预计啊 可以预期 不经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位置 将来都不是安全的 这个所谓人不常说嘛 就高出不胜寒啊 是不是啊 就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 这个人就是 你看在这个 谢斯湖北啊 公安系统 然后中央政法委 整人的机器 然后到重庆的这个司法 这个公安局 最后进了大牢了 最后一生 没有走出这个 这个专制的这个系统啊 这个过去是整别人 现在人们整自己啊 当年是自己怎样 怎样残酷的啊 无所不用其极 整别人 别人同样学这个方法 再谈回来整自己啊 就非常有意思啊 你看到觉得 非常非常感到可笑啊 这是18年啊 你想一月份啊 重庆政府副市长 他这位移的不同是什么 就和和挺不同的是 和挺是跟着孙政策下来的 这个中共是王岐山啊 习近平他们 大年初一就 就赶到重庆回头看 看的就是这个 就孙政策啊 但是他担心他上去以后 因为中共下一任领导人的整自己怎么办 所以提前给他拿下了 和挺是受他牵连啊 和挺挺狡猾呀 这个绞尽脑子啊 胡编乱造 编了一些孙政策的故事 然后算有立功表现了 这个 所以因为不仁不义之事啊 这个最后是免于一死啊 免于一个灾难了 但是邓惠林这个和他不同是什么 邓惠林这个 表面看着靠山 就是陈命儿没事 但是你仔细想呢 陈命儿不是他的靠山啊 这个和这个孙政策 这个还不太一样 孙政策和和挺是老乡啊 陈命儿是自将新军成员 你邓惠林算哪个山上的 是不是 所以说他下来是没什么奇怪的 问题是 重庆的老百姓啊 从此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 早就不相信了 你说薄熙来坏 薄熙来走了 换了这个孙政策 孙政策换换又换 这个陈命儿 老百姓已经事不过三了 忽悠了几次 老百姓终于明白了 没有对和错 只有胜和败啊 所以 这个重庆的老百姓 特别迷茫啊 就像那个天气一样 还在云中啊 云里雾里看不清真面目啊 所以将来这个 中共极权统治崩塌的一天 管他是这个派 那个派 通通扫进垃圾箱啊 像这邓惠林也好 还是王立军也好 还是和挺也好 这些人都不过是 重庆这个政治舞台上 匆匆忙忙的过客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